哈喽各位小仙女 今天up主要给大家录的就是一期超级无敌场的国货分享加吐槽 但我觉得吐槽可能比较少 因为我最近买的这些东西都挺好用的 然后这是我录的第一期国货的分享 然后主要是以片仔环系列为主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货 因为其他一些牌子我买的东西比较少 没有说全线买了很多 所以我就和这个片仔环的放在一起讲了 然后除了片仔环之外 还有这些什么鲜鲜草啊 还有霸王梵托啊 云南百药这些之外 我还会出那个上水河鸡的视频 还会出智本的视频 因为这些东西我 因为这些东西我近期都在用 就想给大家做一个测评 然后给大家种草一些评价 有好用的国货嘛 然后今天我就先从这一些说起吧 然后首先说的还是片仔环家族 真的可以说 因为那个美妆博主期 也让我变成一个片仔环脑残粉 再加上那个购买比较方便嘛 所以我就真的是入了超多片仔环的东西 镜头里面你们也可以 镜头里面你们也可以看到 我其实最近就是一直都陆续在试一些国货 然后片仔环是从五月份开始 到现在也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整个使用下来的感受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没有对我的皮肤造成任何不好的那个 就是我用它的话皮肤不会过敏 然后也不会展东西 甚至还能起到一个缓和的作用 我最近的皮肤状况算是真的非常稳定了 就是一个月里面估计就是下巴 就是最近两个月 我基本上都是下巴会展一些痘 但是下巴展痘的话 我是可以接受的 有的时候上火 就比如说出去吃一些比较上火的东西 还熬夜睡不好 然后压力大 就是最近斩痘都是反应在下巴上 就不像以前都斩在脸颊那边 然后都是那种超级无敌大的红肿痘 你们知道那种红肿痘 就是特别特别难削 而且削下去之后 那个痘印就会变成那种非常深色的痘印 然后你要从深色的痘印 把它转变成红色的痘印 要很久的时间 然后再从红色的痘印变成浅的痘印 又要很久的时间 然后再从浅的痘印变成没有的话 要更久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那种红肿都是最恶心的 但是我近期的话几乎没怎么长了 就是长的话也是长一两颗在下巴 而且下巴的话 下巴的痘疾很奇怪 它就是长得特别痛 但是愈合的也特别快 然后痘印削的也会比脸颊上的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是学医的 对这些皮肤肌理啊 还有这些深皮层什么的 我也没有研究 首先要说的就是这个青痘系列的 青痘系列的 我看光网卖的话是474好像 然后它搭配的洗面奶 不是我这个洗面奶 它那个是什么青痘化炎洗面奶 还是啥的 然后我这个是我自己另外买的一个 也是青痘的杰肤乳 我觉得它蛮好用的 如果水乳的话 我只买了那个青痘化炎系列的水乳 然后其他的一些水和乳 都是我朋友送给我的小样 然后我就都用了 我觉得都挺不错的 找我买精华和这个青痘水乳的小妹子 我都有给你们送一些小样 然后那些小样都是我自己觉得用了 觉得还不错的小样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青痘系列的话 我用到现在的话是用了 我从五月份开始用的话 用了五月六月 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挺不错的 就是它里面也是含有水盐酸的吗 我之前在其他视频里面也介绍过了 一些妹子可能对片仔环的系列 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它的系列产品也挺多的 他们就过来咨询我 说问我有没有用过那个美白系列的 美白系列其实我没有买过正装 我只买过小样 然后小样的话我使用感受也还不错 那个后面再跟你们具体说吧 我先说这个青痘化眼系列 这个青痘化眼系列的话 它是它的那个水是含有水盐酸的 然后就是可以控油和抑制痘痘的生长 然后那个修复乳我觉得也是 但是它主打的是修复效果嘛 我就是一套用下来的话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就是整套乳下来的话 我觉得打完折的话 买的话还是挺划算的 学员打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就是你们不感兴趣的话 你们就直接跳过这一段就可以了 然后继续看下面的 那个洗面奶的话我也是挺推荐的 我之前也有说过了 要给大家说的就是美白系列的 其实美白系列的大家比较知道的 就是那个片甲环的珍珠珍白精华液嘛 然后那个也是最近很火的精华液 我就用了也是挺好用的 我也日记强烈的案例给你们嘛 然后这个我就不多说 反正它的效果就是有提亮效果 有剧痘印的效果 真的有 你们不要再私信我说 哎片甲环那个能不能去痘印啊 我如果不能的话 我为什么一直推荐给你们呢 然后我也不会一直回购吧 然后其实我觉得个体差异是存在的 就是有一些人用了 可能是针对痘印 但有一些人用了 就是有美白提亮的效果 我最近 我就最近收到的一些 最近收到的一些反馈的话 基本上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就是就算你不能就是集中了去痘印 但是对脸但是对肤色的提亮也是有一个效果的 因为挺多小妹子也有给我反馈嘛 就是他们在我的推荐之下 有去官网买的 然后也有找我买的 都会有来给我做一个 都会来给我做一个反馈 我觉得这 我觉得你们都挺可爱的 就是我安利给你们一些产品 你们用了有用 你们都会回来和我说 我觉得挺开心的 就像之前一些妹子用了我推荐的 那个上水和记的水氧酸精华液 也会跑回来给我就是拍一些前后对比图 我觉得真的挺开心的 因为我推荐的东西你们用了有用 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让我说一下它这个系列的其他产品吧 然后它其他价洗面奶 我现在已经用过的就有四种了 除了青豆解面乳之外 还有珍珠珍眼解面乳 润白解面乳和无瑕解面乳 一共这四种 然后其他的三种的话 我比较多的是出差的时候用 我真的是经常出差 你们看到这支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又在出差的路上了 然后这些解面乳的话 我觉得都挺好用的 其实我对洗面奶的要求真的不大 就是你能把脸洗干净 然后对皮肤不刺激 然后洗完会有紧绷的感觉 对我来说就很好用了 洗面奶的话 我一般不会买那种 100ml超过100块钱的洗面奶 因为我觉得 这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洗面奶 虽然可能是因为 我没有用过好的洗面奶 所以就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入 但是我觉得洗脸这种东西 洗干净就好了对吧 然后它不可能把你起到 什么美白的效果的洗脸 就是都是一个噱头 我个人觉得 就是反正洗面奶的最终的效果 就是把脸洗干净 就是雪姬系列的精脆水 还有五下系列的精脆水 还有一个就是片奶环的那个反晒霜 我想讲就是三个 我觉得雪姬系列的那个全系列的话 我应该会入 等我把质本的那个做完测评以后 我就会入这个片奶环的雪姬系列 因为我最近已经不怎么斩痘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痘印嘛 我就想对全脸进行一个美白提亮的效果 虽然说用了那个片奶环的精华之后 我真的有白了0.5个色号 但我想说就尽量能仰白的话 就再仰白一点吧 因为我觉得一白真的遮白臭 然后为什么会想入那个雪姬系列的那个全套呢 就是又是被那个七叶周氏门齐齐种草的 因为我跟你们讲过 它有一篇超级无敌全那个片奶环的功课嘛 就是这一篇功课 就强力的安利的雪姬系列的水乳 还有一个精华液 它说如果怕那个珍珠珍白精华液过于猛的话 因为那个里面是含有阴险安嘛 很多人不耐受 它说可以入这个无瑕润白精华液 但它价格会比这个珍珠珍白精华液贵了100块钱 就官网的价格 但打折下来的话 我看一下打折下来的话 好像也还好吧 就是比那些新透白 自生坛的新透白 杜克色修还是便宜的 然后它说对 它说对痘印和一些早期斑点是有效果的 但是你们知道这种水的话 或者是精华液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长期的效果 就像很多人说 用那个代科的那个换白水乳嘛 你就用了一套之后 你会发现你自己整个肤色就体谅了 所以我觉得你用这些美白精华液的话 你不要追求就是什么 你用了一个星期 你就整个人就容光焕发 然后雪白无瑕 斗印全效 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任何东西 你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所以说就是用东西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 至少用一个月到两个月 甚至是把一套用完之后 你再对这个 它的效果进行一个测评 当然不排除一些产品 你可能用了一个星期 你就发现它不好用 在你脸上会起反应 或者是有一些产品 用了一个星期 在你脸上的效果就非常明显 这也是有的 因为个体差异 就是特别特别大的嘛 每个人对那个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感受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企业就说 用了这个雪鸡系列以后 就整个人都变白了 然后就不会那种说黄黄的 看起来气色不好 所以我决定 就是那个质本的测完以后 我会买这个的 如果好用的话 再跟你们反馈 反正我就这里跟你们说了 片子还全线可带 然后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官网 对比价格 然后再问我 就是问一些价格 当然我是因为我朋友 在那个在卖嘛 我不可能说跟官网去拼价格 就官网很低 我也很低 不可能的 因为毕竟官网 它是公司直接供货 然后我是朋友在那里上班 然后他们给的价钱 也跟那个官网是不一样的嘛 毕竟公司给员工的价格 和公司给你们 直接做活动的价格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们自己考虑吧 那个我现在 转白水的话 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我觉得效果好像一般 然后使用起来的话 就是还好吧 就是无功无过那种感觉 总而言之 这本的测完之后 我就会入这个雪鸡系列的 然后这个反晒的话 我之前也推荐过了 就很好用啊 然后它性价比也挺高的 我最近都有在和 就是最近 就是扇扇扇扇扇扇 不知道几只视频 那个反晒推荐里面 推荐的几只反晒 都是我 就是每个星期 会轮换着使用的 就是搭配不同的地砖 就是非常好用 都很好用 就是接着我要说的 就是片子来玩的 面栓系列了 面栓系列的话 它有分珍珠栓 珍珠高 珍珠真白高 还有一个珍珠 什么高级系列的 那个珍样的 什么珍白高 就是价格最贵的那个 最贵那个我没有买 因为我觉得打完折之后 还是有点贵 然后夏天的话 我又不想用了 太油腻的面栓 所以我就没有入 我就只入了珍珠栓 珍珠高 还有这个小样 小样的话 是我朋友送我的 他送了我很多 就是送了我 大概有几十片 一百片吧 就是你找我买精华的 挺多妹子 估计也收到了 这个小样的吧 这个小样 我为什么会 就是送给你们呢 因为我自己用了 我觉得挺好用的 上一个月出差的时候 我有把这个带去 出差的地方 我还没有出差的时候 我就自己又拆开来用了 因为他送给我真的太多了 就是挤出来的话 已经是一个正砖了 就是挤出来的量 已经可以是一个正砖的量了 所以我就有先试用一下 我觉得它挺好用的 它上脸的话 就不会那种很油润的感觉 就是也是很舒服的那种质地吧 然后可以保湿 就早上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你皮肤比较干 想上妆 那个贴一点的话 我就觉得说 你可以用这个 恩真露珍白膏 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就美白的话 应该还是有的吧 因为它这个系列 就是那种美白提蛋系列的吧 它就是和那个精华液啊 和那个水 是一个系列的 就是我觉得 它的那个美白效果 还是有一些的 然后接着要说 两个面栓 就是一个珍珠膏 还有一个珍珠栓 就是你们去官网 做功课后 应该有发现 它这个面栓系列 真的分超多的 我自己也是有点混乱 然后就是有 到后来 我就认真看了一下之后 我就发现 一个是珍珠膏 一个是珍珠栓 珍珠栓主打 就是那种滋养和保湿的效果 然后珍珠膏的话 就是主要是去痘印 然后美白 然后消炎吧 应该是 因为它这个珍珠膏的话 它里面加的片打黄成分 可能比较多 然后它就是主要的功效 就是说的也是去痘嘛 然后我要说的是 有小前女问我说 这个去痘有没有用 说实话 我是这个最近才入的 然后因为那个 最近天气比较热嘛 我就比较少用 我怕说会闷痘 但是我的同事就是 他有跟我讲说 去年11月到 今年年初的那段时间 就秋冬的时候嘛 然后他有入这个 然后他一共用空了两瓶 然后他说保湿效果非常好 而且那个 驱痘消炎和驱痘印的效果也有 因为真的是 因为我的那个同事 他就是脸上 他也会展痘 但是不会像我这种 展这种特别大浓种痘 他就是展那种小痘 然后小痘的话 削下去之后 那个痘印就会变成那种 黑色的痘印 然后整张脸是看起来 肤色特别不均 然后沾沾的 就今年11月初的时候 我看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他整个人的脸 就是都提炼了 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他整个冬天 就是怕脸过敏或什么的 都没有用其他护肤品 他基本上就是拍一拍 那个鸡断石的水 然后还有用这个 片档黄的珍珠膏 就是用这两个 然后就整个人都 皮肤就被调理好了 然后就变亮了 然后我就觉得 哇真的是有奇效 然后我就入了 其实我也是 在他的安利下入的 然后我入了之后 他来跟我说 最近好像夏天比较油腻啊 他说你建议你冬天用 然后我就是 有用过一两次 但我觉得说 没有油腻当中 我不能接受的状态吧 但是我前面说过 我今天在测 那个质本的那个系列嘛 然后我就没有再用这个 因为我觉得说 用一个系列的产品 整套用下来的话 再给你们反馈 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这个的话 我后面应该会搭配 那个雪姬系列的一起用 到时候再给你们一个反馈 反正就是有周围的人用了 对他的评价都挺不错的 然后也有小妹子找我带了嘛 然后他用了也说 吸收挺好的 好像我有 在那个微博上有反馈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接着要说的是 这个眼霜和这个遮瑕膏 其实这两个产品 我在前面几只视频也推荐过了 我觉得就评价好用啊 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遮瑕膏 真的挺好用的 然后这个眼霜 也是我觉得很适合学生胆 因为它就是那种 我觉得很适合学生胆 和夏天使用 因为它就是那种 润但是不油腻的那种眼霜 我觉得很好用 我最近都在 天天都在用它 然后最近 我有用两个眼霜 然后另一个眼霜呢 下次再和你们说 就是这两个眼霜呢 我就是早和早晨 和晚上交替使用 都很好用 然后这个遮瑕的话 真的不多说了 就是反正就是对我这种 还1.5的人来说 这下效果挺不错的 如果说你的痘 我是觉得过段时间 如果我的痘印不那么深的话 我可能遮一个这个 然后再扫一个散粉 估计就可以出门了 因为我最近痘印 真的一直在慢慢变淡 每天早上起来 我就觉得超开心的 虽然说 不是特别特别快的那种速度 但是真的 就是你一周一周的话 你就明显可以看到 自己的脸在变化的 还有一个要说的 就是片仔环的 这个无瑕白泥面膜 这个我之前也有说过了 它就是主打的 那个美白和清洁的效果嘛 然后其实我觉得 它最大的效果就是补水 因为它就是那种 比较温和型的泥状面膜 就有补水的效果 如果不想用片状面膜的 小天女可以试一下这个 片状面膜的话 油痘机还是最好不要用的 对吧 这另外一款修复面膜 我很推荐 因为它真的很好用 但是我觉得油痘机的话 还是尽量少用 片状面膜 就是这种修复型的面膜 你偶尔用一下是可以的 这个的话 到时候我也说过来 就会做个抽奖 然后送给你们 到时候抽奖的话 我会送一些片仔环的东西 给你们 就是反正你们就 到时候尽量关注我的微博吧 然后我微博粉丝很少的 你们转发的话 中奖几率是超高的 片仔环系 我最后要说的 就是这个三个牙膏 当然其中有一个 是云南白药的 然后这三个牙膏呢 我也是在微博上被种草的 就是也是企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博主 那个博主 就是我当时 就是看完企业的功课以后 我就刷微博嘛 说来说来就看到 另外一个博主 推荐这个牙火青 然后我就买了 然后但是 其实那个博主 推荐在企业之前啊 然后我就已经入了 然后这个云南白药的牙膏 我也是看一个美妆博主 他说他就是 一直会无限回购 这个云南白药的牙膏 因为他说他那个美白效果特别好 我之前有戴那个牙套嘛 我真的超适合做一个up主的 因为减肥 取斗 牙套 这些我都有 这些我都有涉及到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最近一直有在考虑 医美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 非常适合戴up主的人 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些各种 这种非常 惨绝人寰的经验吧 然后因为戴牙套的人都知道 你牙套就是卸掉之后 就你牙套 就是你牙套弄掉之后 你就是那个牙齿会很黄吗 我就是萌牙那几颗牙 还有旁边那几颗牙都特别黄 然后我就想说 用一些美白牙膏 就是希望能让我牙齿变白一些 就是那个什么 嘉杰式的那个美白牙贴 我用过 哇但是太酸了 就是用那个牙齿真的很酸 我受不了 然后我就不想用那个 我就想说 那就靠牙膏慢慢变白吧 然后那个云南白药的 我已经空瓶了 你们用了两个多月 我觉得效果一般吧 没有特别好 就是我的牙齿 没有起到一个变白的效果 后来我就接担了 这个牙火清和那个 片仔环的深楦白 然后 这两个牙膏呢 我就是交替使用 比如说 其实我是一个牙齿 特别容易发炎的人 我就是牙齿的毛病特别多 有那种蛀牙 有长致齿 各种毛病 就是我上火的话 是非常容易体现在牙齿和脸上的 然后我上火的最大表现 就是舌头和牙齿会痛 还有脸上会长痘 所以我一般最近 如果说上火了 发现智齿 有在那种发炎的倾向的话 我都会 就是智齿有在发炎的话 我就会用那个牙火清来刷牙 它真的有效果 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就发现你的牙齿 就是那牙医那边 已经不会那么痛 不会那么肿了 然后它价格虽然说 挺贵的 就是在 就习近平南白药和片带黄的牙膏的价格 在国货的牙膏里面 真是算挺贵的 就一只下来的话 就这种小棵树的打下来的话 都要二十几块钱一只吧 好像 然后牙火清 我又买大只的和小只的 因为我想给你们做一个抽奖嘛 就是你看后面那个盒子就为同货 到时候也是抽奖一起抽的 然后我觉得这很好用 你们要的话也可以找我 但是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官网看价格 然后我其实也不知道 官网价格多少了 但官网好像都是那种三只卖三只卖的 我这边可以当卖 就是你也可以买小棵树的去试一下 真的挺好用的 我会一直回购 因为我最近牙齿真的有变白了 就是我拆掉牙套已经 我拆掉牙套已经四个月了 快四个月了 然后前面两个月用那个云南白药 我觉得都没有变白 后面最近用这个片仔环用了一个多月吧 然后就觉得说确实是有美白效果 我就能感觉就是上牌牙齿 就是真的是有在变白 给你们推荐的是另外三个果货 其实先说那个霸王系列的吧 霸王系列的这个马鞭草棚浴录 是我在微博上被一个大大种草的 但是具体是哪一个大大忘了 就是被那个大大种草之后 其实我还是有一些犹豫的 我就想说 我沐浴录还挺多的 我就想说要不要买呢 然后就翻微博的时候 又看到另外一个大大说 它是可以卸那个身体反晒的 我就果断的入了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你们看旁边这一大瓶 然后再加上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小 这个小样 中样 应该算是中样了吧 加起来才49块钱 还包油 好像是这样子了 然后它的味道超级好温 就是那种柠檬马鞭草 你们知道吗 就是马鞭草的味道 你们知道吗 就是那种非常夏天 很清爽的那种味道 然后它真的又可以卸身体反晒 你为什么不买呢 还便宜 重点是便宜啊 49块钱 然后你可以洗两个夏天吧 真的 可能三个夏天都可以洗到 如果你一个人洗的话 全家洗的话 就是一两个夏天 应该也没问题的 就之前一直有妹子问我说 身体反正要不要卸怎么卸嘛 我就说要我每天都会卸 然后怎么卸呢 就是用这种卸砖 可以卸砖的沐浴乳 之前我有给你们推荐过 毕柔的这一款对吧 但是我现在发现了霸王之后 我觉得毕柔这个 我再也不会回购了 首先呢 它有个缺点就是贵 就是它400毫升 然后现在我看人家代购的话 基本你家油费的话 都要七十几一瓶吧 七八十一瓶 我觉得贵 然后另一个呢 就是它上身上之后 就是你挤到手上 然后在身体上搓了之后 它非常非常滑 就是你要冲洗很多遍 才能把它那种滑滑滑滑滑滑滑的感觉去掉 之前的话我是没办法嘛 就是为了卸那个身体的反晒 你也只能 就算滑的话你也只能用它 不然你身体反正卸不掉 我觉得会那个造成毛孔 堵塞 堵塞 然后我觉得不太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 有忍受那种滑滑的感觉 但自从我用了霸王之后 我觉得再也不想用它了 这个还剩一点点就要空瓶了 我用完之后再也不会用它了 我就是无限回购霸王的马鞭草 因为它的味道和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哇 像这块没电了 我要赶快说了 然后我还入了这个千仙草的那个 细热水和喷雾 我给你们说超级推荐这个喷雾 这个喷雾 它喷出来那个效果简直 超级无敌细的那个喷雾 喷脸的话就是 中物细无声你知道吗 就是喷喷脸的话就是一种 感觉你没有被喷到水的感觉 能看到吗 它的喷雾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像雾的这种喷雾 这超级无敌好用的 然后我买的是羊柑橘系列 它主打的就是舒缓和修复的效果 我觉得很好用很推荐 我已经用了几天了 就是因为用了几天之后 发现它的喷雾很细 然后也很好用 有那种舒缓真定的效果 重点是还便宜 我就推荐给你们了 然后我还买了他们家的那个卸妆水 我就是测一下那种很难卸的唇釉 我发现也很好卸 卸妆水的成分也很简单 你们看一下就是没有添加很多东西 然后有干油 有一些之类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制痘的 如果你们觉得制痘的话 你们可以用来卸眼妆和唇妆 因为我觉得用它卸那个唇釉 也无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推荐的 重点是它300毫升 才十几块钱好像 还是二十几 反正很便宜 千仙草也是你们应该挺多人用过 它的什么丝瓜水和苦瓜水吧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用的 然后昨天也有个小妹子和我说 她用了那个苦瓜水 好像有镇定舒缓的效果 让我也跟她讲 我在留言里面也 就在评论里面也回复她 我说我最近也入了这个千仙草的东西 好像真的蛮好用的 最后一个要说的是 这个方机的角质调理液 之前我也说过了 它就是里面还有水氨酸的 一个二次清洁水 然后可以抑制痘痘的生长和控油 它的价格是99 然后我觉得性价比没有 那个上水合剂高 但是我觉得使用效果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我也是被一个 油痘机的博主安利的 然后就入了 这个和上水合剂 我会交替作为二次清洁水使用 很多小妹子问我说 上水合剂能不能当作化妆水使用啊 我的答案是可以的 都看你们自己 我有的时候会 其实我每天都会用上水合剂 就是我最近的话 做二次清洁比较少 我就直接上脸 然后就开始涂一些精华 美白精华 巴拉巴拉一些的 我就是二次清洁的话 我就是交给那个清洁面膜了 以上就是爱国主录路的第一期 国货的分享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就是你们重点听一些 我就是一直强力推荐的吧 就是如果那个篇幅没有花很多 没有很多废话去介绍的那种 你们就不要买了 就说明我不是很爱 然后就是就是蜈蚣 就是就说明它是蜈蚣蚣过心 就你买也可以不买也可以的那种 弹力安利的那种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这一视频就到这里啊